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浩金现场 我是陈凤馨 那么每个礼拜三 台北股市盘检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 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也非常欢迎 网络上的朋友 可以到脸书的FB 就是news98的官方粉丝团 我们在news98官方粉丝团 脸书上面是有直播的 当然这个节目 在结束了之后 我们仍旧会放到 丰富这个频道 那大家如果只要搜寻 财经起床号 其实是可以搜寻得到的 但需要半个小时的作业时间 好 回到今天的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昨天开高走低 而且放量 最担心的就是放量 有点长黑放量 那么台北股市 这一个它的上影线 一百多点 OTC的这一个高低差差距 其实是更大的 要如何的去看待台北股市 昨天不管在集中市场 或者是OTC 这个放量长黑 当然集中市场是小跌 但OTC是跌幅比较重的 怎么看待 好方一早 大家早 我想其实在台北股市 昨天的震荡当中呢 其实它的内涵 我们还是会把它归类成为是下跌的内涵 因为它毕竟它是开高走低 那中场是修在相对低点 所以其实今天的台北股市开盘状况 相对压力会比较重一些 那当然成交量的部分是我们过去一直在留意的这个重点 那成交量昨天是放大来到4000亿 那当然也符合我们过去在这个观察的时候的一个条件的标准 那这个4000亿之后呢 到底台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往上去挑战9月6号的这个高顶 基本上 我还是认为 短线我们就不用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到 我们就去看支撑能不能够守得住 因为至少支撑它能够站得稳 那就代表说它其实相对比较强势 而且呢昨天的爆大量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筹码换手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过去常常讲嘛就是台北股市过去在往下杀的过程当中 它的成交量一直都没办法放大 如果它是往下杀低档爆大量 那当然我们就会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低点不多 低档爆量低点不多 那反过来讲高档爆量呢那就是高点不多 所以其实它当然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 那至于会不会去这个再探一次16162在低点 我个人认为要先看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在这一波16162就10月初这一波反弹以来的这个景线区 那个景线呢小小的地方大概就是你就抓16800 同样这个关键价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要去抓一个比较区间带 价格区间带就16800到17000 所以我们讲了非常久的这个价格的区间带 到目前为止就我在观察台北股市还是非常非常的适用 那昨天台北股市之所以开高走低 站在技术面的角度做分析 它就是已经顶到了9月9号的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嘛这个小小的这个9月9号的这个低点 它所画出来的一个景线的位置 那顶到之后呢 出现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调节的力道 那所以呢也带出来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 一个讯号就是说 其实短波段有很多人在这边进行解套 而解套或者是说要获利了结下车的人 其实都是外资 那短波段最近最多最汹涌的 就是过去这三天 其实呢就是在融资 那融资呢其实就是一般的投资人 利用扩大杠杆的方式 担心搭不到车 所以呢就大胆的进场做投机的操作 那我想其实呢在筹码不稳定的同时 台北股市的震荡相对就会比较激烈 所以其实在这个台北股市的观察重点上面 支撑点我们先不看它到底会跌到哪 或者是要往上挑战来 先把支撑站稳 这支撑的位置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10月29号低点 因为这低点距离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景线非常的近 那刚好它是短波段近期 这五个交易日当中刚好去回测 颈线突破的那个长虹K棒低点的地方 所以那就是看10月29号 因为它回测是拉出了一个下影线 然后就往上攻击 所以10月29号的低点是16920 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当17000点 先不急的它要不要守住 但至少16920 我们先来很短线的16920 希望它能守得住 没错 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极短线的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先看这个位置 因为至少我们短波段来讲 还是站在比较偏短期的反弹的架高去做观察 反弹是多方 多方就看支撑 那长期的话 我们会看的波段是从这个 1万8000点回荡以来的这个波段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它是高点不过 低点跌破 所以其实它还没有突破中期的空方趋势 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说 一定会台北股市一定会往上涨或是往下跌 重点是先把支撑带守好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换守的部分就要看结构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基础面观察的时候呢 月线目前的扣底值是来到 是准备要从16162往上扣底到 16600点 那季线的扣底值是从16250点 要往上扣底到17000 所以其实呢从这两个价格区间带来看呢 大概17000点绝对是多空之间 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17000点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同样的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 如果你连线都没有时间看 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台北股市连续下跌 也就是说不管它是一天跌到 还是连续性的下跌 它累积的下跌的点数 不要超过200点 基本上台北股市都还算安全 因为跌超过200点 它就是一定会跌破16800 所以其实200点 大家就稍微可以记 比较轻松一点点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 他可能在现在还是要 忙碌在工作上面 所以可能他只能匆匆一撇 这几天看一下台北股市跌几点 那可能稍微有个计算 连续这五天可能跌200点 200点我就 稍微心里面的这个 警戒性要稍微提高一点 所以极短线1692 希望他守住 那他会维持在一个 相对更强势的整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 那甚至于他可能 有机会向上挑战 但是 就算16920守不住 那现在关键点就是16800 对16800 其实16800还蛮好记的 因为16800是一个 很吉祥的数字 对 16800一定要守住 那16800其实就是一个 相对比较中短期的 一个转折点了 守得住 那其实呢 整个多方的形态没有被破坏 对 万一守不住的话 那就要小心注意了 对 因为这个16800 就是从周线的角度看 你会看到台北股市 他会有一个比较属于 这个正邪率 微幅度正邪率的一个 头部的形态 那这个头部形态的颈线位置 刚好就16800 当时候在选这个点位的时候 其实是刻意要让大家记得住 其实真正的颈线位置 是稍微比较偏高 但是呢 你要跌破颈线是要确认 16800就绝对不能破 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好记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特别讲到 就是台北股市成交量 当然是一个观察中 但成交量的形成背后 是有几股势力在做调整 包含像是外资已经连续的 比较站在偏卖方 或者是在买盘的地方 他的这个买超的力道 相对都比较小 所以在外资的部分 他是站在比较偏保守做看待的 那投信跟融资呢 我们通常会把投信跟融资 归类成为是 大散户跟小散户 那融资的部分呢 也在昨天出现了减码的动作 但只有融资的话 是连续增加了第11天 融资增加了11天 昨天是13.7亿嘛 再前一个交易是超过40亿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 桂马指数的这个 融资增加的状况 也增加了 我记得好像超过了20亿吧 所以其实 在中小型个股的追加意愿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热络 那也因为如此 因为行情都已经反弹来到了 这个相对比较关键的位置 然后大家才进场利用扩大杠杆的方式做操作 所以相对来讲 筹码就会比较不稳定 那筹码一旦不稳定 那就会变成说极短线当中 我们也看到 法人把筹码倒到一般投资人的手上 那可能筹码松动 股价就不稳 那再加上说 最近的这些比较热门的题材 在公布业绩的时候呢 似乎都好像出现了这种 基本面撑不住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多拉回的现象 那这涨多拉回其实正常 因为它我们都讲涨多是最大的利控 涨多拉回很正常 那要怎么样去说服自己要安心 那就要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 到底要怎么去做观察 那另外呢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想在外资的动态上面 还是会跟美元指数有关 那昨天的美元指数呢 还是有稍微往上 往94以上去做挑战 现在大概都在94 这个上下来回整理 没错 啊现在刚好就是准备要去观察 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 那一般预期 这个这一次应该就是确定 购债计划要退场了 那购债计划退场之后呢 会配合一个财政部的政策 因为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 他说要减发美国的长债 长天期的债券 规模是有一兆美元 那这个变相是对于 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来说 是一个缩减的一个 紧缩的一个计划 那供给面减少 其实代表 它的价格会往上跑 我说的价格是利率哦 利率因为市场上在标 这个债券的时候 它会是利用利率来进行一个报价 所以当债变少 它反而在利率的部分会往上攀升 那也就是说财政部现在是有计划的 把长天期的利率 要往上去进行引导 所以全 从美国的一个利率政策来看 大概会比较偏紧 所以资金流动性可能也会稍微比较紧 那利率角色会议之后 美元的表态就关键 因为美元 现在在94这附近做震荡 它能够再往上挺进一阶的话 那么对于美股或者是对台北股市来讲 都会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外资的这个测出的情况 就会开始又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为什么涨到这边来之后 爆大量收藏上影线 其实它不是偶然 如果你从后面的几个近期的事件的 这个动态去进行观察 结合到昨天台北股市 会觉得昨天的反应还蛮正常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反弹到这边 不是说它不会涨 而是大家在风险的掌握上面 要更加的注意 这个风险掌握 你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国际资金环境的变化 没错没错 所以那今天是礼拜三 明天早上呢 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的明天早上 其实就会公布 它最新的利率抉择会议 到底市场上 因为它的反应可能对美国的反应 跟对亚洲股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最近其实这个分流的状况 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那我们也许明天会更观察的很细腻一点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 宫伟介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伟介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现在担心的是国际大的一个动向 所以我们把国际大的动向 很快让大家理解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 它到底宣布完了 其实我觉得它的宣布 大概大家都能预期了 比如说它可能这个月或者下个月 就开始缩减购债 然后呢明年上半年 就会结束这件事情 然后就把QE就完全的退场 但是升息他们一定会强调还早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市场如何回应 我觉得反而比较重要 所以明天外资在亚洲市场的动态 其实我觉得才是关键 没错 所以其实在这个联准会的动态上面 其实我只能这样说 说表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基本上板上钉钉 然后就确定的事情 那升息的部分 那市场上其实预期了很多 什么明年六月升息的几率 百分之六十以上 九月份升息高达百分之九十 明年年底前升息两码机会有百分之八十 但大家考虑到一件事情 明年美国有个非常重要的其中选举 那其中选举的同时呢 不太可能说要去进行升息 其实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 大家还是要考虑进去 而不是一昧的说 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 联准会一定要升息 联准会早就已经犯下了 这个政策失误的过错 他已经错过最好的升息 紧缩的时间点 那现在目前的美国的经济景气 其实是在往下掉的 我们看到第三季的GDP是非常的差 那在景气往下掉的同时呢 如果他再去做升息这件事情 其实对美国经济会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伤害 那可能就会回到 1930年代的那种 经济大萧条的状况 所以你觉得升息不会那么早 我觉得不会啦 现在很多的投资银行 判断升息的时间点 可能都是从经济数据出发 没错 但我也觉得你加上了政治因素 没错 因为有时候经济本来就是 我讲这样 不是说有贬义 但是就是其实 经济学就是为政治服务 那所以联准会的动作 当然一定会跟政治扯上关系 那所以这个是利率决策的部分 那当然 我想其实全球的 这个通货膨胀的环境 其实大家会觉得 有一件事情在最近 会觉得有一点点 这个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 他特别点出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原物料的报价 其实已经开始明显出现 建高拉回 或者是有明显的转弱 尤其是中国大陆这些黑色系的 相关商品的报价 其实是出现崩跌 动力煤是腰斩 然后焦碳焦门也都是 他们的发改委出手真的是很重 对 然后国际的这些相关的 基本金属的价格 也出现了明显的回档 我们观察铜 就是大概可以知道 它回档的速度也很快 那原油的部分呢 我跟大家讲 原油是利多不长 所以现在告诉各位什么 会长到三位数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都是华尔街投行的阴谋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想大家应该最近在 盘面上应该都看到很多消息 是说 美国的应该说原油的这个酷薪 酷薪就是这个原油的交割地 它的库存其实是已经创下了 历来的新低 库存低对原油的价格来讲 它是一个大力多 可是按照过去原油的观点 听到库存降低 不用说创下几年新低 库存减少 原油就喷出 可是最近这个环境是 库存已经即将用完 可是呢原油价格没有喷出 所以其实就出现了利多不长 所以你看到在原物料价格 已经开始出现了 不太上涨 可是为什么全球的央行 都非常的担心 通货膨胀这件事 很简单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供应链中断 就是塞港的问题 其实它都没有缓解 那可能我想 如果它没有缓解 而且最近加上美国的政府 它的一些相关的举措 比如说科增这个滞留费用 那很多的人都在观察说 这件事情其实会让塞港的状况 它没有帮助 它没有帮助 然后它会增加 托运的成本 会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螺旋 持续的增加 难道美国政府不知道 那如果知道 它为什么要做 肯定对它有利 它才会做 那当然 中美之间 过去打错的就是中美脱钩 那美国为什么要让供应链中断这么久 所以就是有助于中美脱钩 供应链重整 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用脱钩的方式去看待的话 塞港问题 就算没有解决 恐怕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对 现在目前看起来 明年上半年会不会缓解 都可能是个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能源的错配 也就是新能源是来不及 搭上化石能源的停摆 那另外就是化石能源 已经停止所有的资本支出 才会造成这一次 什么电力荒啊 能源的这个价格高涨 第三件是劳动力 劳动力是出现了这个 战后婴儿潮的这个退休潮 然后再加上这个疫苗 施打的部分也变成是回到 职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国际新闻 是说这个美国的 有一个地区的一个消防队 有9000人拒打 拒打疫苗 因为其实就是讲究人权的地方 就是疫苗施打 my body my choice 那有的人就不要打 那不要打呢 他们就不能上工 不能回去消防队上班 那就因为这件事情 有很多消防队的队员 为了要挺他们的人权这件事情 有大概超过2000位的 这个消防员工是进行罢工 所以其实未来在薪资的部分 引起很多罢工的问题 欧洲现在已经开始 美国的第一季预估在港口啊 或者是这个 就是码头工人 或者是在这个铁路工会 可能也会有这个罢工 来争取薪资这件事情 所以劳动力会是未来 通货膨胀推升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此为什么在 大家会觉得说好像 原物料价格好像往下掉 应该就不太需要进行升息 或者是紧缩 其实后面还有更大的问题存在 所以韦杰刚刚讲的 就原物料价格 可能已经出现了小小的头部 然后可能要进入整理 也不用 可是也不能就这样子 掉以轻心说 就没有通膨了 其实刚好相反 其他结构性的问题 正在发生当中 包括了经济脱钩 供应链重组 所产生的成本上升 还有缺工的问题 没错 因为疫苗施打的政策 然后与自由人权的观念的冲突 所产生的缺工问题 对 因为这个是这一次很特别 这是林准会上一次 和皮书提出来的观察的结果 所以其实大家就稍微 把这些新闻稍微串一串 然后统整一下 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全世界到底现在 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那回污头 到底台北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 重点 这大概是通货膨胀 其实本来就是会伤害经济 所以其实对于成本的控管来说 都是厂商的问题 那因此呢 我还是跟大家讲通货膨胀呢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塞港问题 所以其实呢 在货柜三雄的部分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稍微留意 因为上个礼拜 你说可以开始注意货柜三雄 其实这一个礼拜的货柜三雄 表现还算是 也还OK 对 所以现在目前基本面是没有改变 那长龙的部分 我们就留意一下 10月29号的大量低点 阳明也是一样 10月29号大量低点 万海稍微比较弱势一点点 他就看这一次的波段低点 是在10月18号 那这一次的这个货柜三雄反弹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 这都是在筹码 因为他只要一反弹 马上就有融资筹码介入 那我们就会担心说 他反弹的路就会走比较崎岖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面算是OK 但是在价格的风险上面 大家还是要稍微掌握的 那另外呢 刚刚特别提到 最近的中小型电子股 是涨多了之后的震荡非常大 怎么去掌握 其实有几个讯号 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我们要很快的讲完了 只剩20秒了 好第一个是大量低点不破 第二个是跌破五日线 就要先阻涨 第三个就筹码冲动 好 就这三个重点 这三个讯号 大量低点不破 然后呢 破五日线要小心注意 然后筹码冲动的话 也要小心注意 好时间的关系 刚刚韦杰其实分析的非常的多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